其實我不是要來講劉大領域的 應該說先謝謝各位 因為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剛剛聽到很多各位其實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 然後可是都對台灣的公益這麼認真的時候 我們非常感動 所以先謝謝我們的上根三六 代表主辦單位上根三六 我跟大家做了聲謝謝 那想跟各位講個小小的故事 在聽其他的講者開始講之前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基金會在這十幾年來 我們的基金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捐錢給需要的人這樣子 可是在去年底的時候呢 因為發生一件事情就是我們董事長江董事長 那他因為幫助了一個學校 一個華東地區的學校 幫助他們一個演唱會 一個合唱團的產生 然後對很多學生產生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件事情幫助了非常多有需要的小朋友 也讓那個學校的知名度聲明大照這樣子 可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呢 又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的不能的學校 就希望說我們董事長能夠去幫助他們 用一樣的模式去幫助他們 可我們董事長會覺得說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費用時間 心理人力去做一樣的事情 可是當他們拒絕完之後呢 所有的學校開始碰擊他 說你看你都只幫助這些人 所以我們覺得說 其實我們如果可以成為一個公益的平台 而不是只做一件事情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可以幫助到更多人 那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就是我們平常 比如說幫助那些小朋友做的事情 就讓原本大家 在這邊的做人 你們在做東西 我們可以幫你完成 但是我們並不要跟你們去做任何有衝突的事情 而是怎麼樣協助各位 可以把東西做得更好 所以簡單講 善根365做的事情呢 是說我們希望給各位一根吊杆 因為我們今天都說 今天我們不要給一些NPO NGO 只是給他錢 而是給他吊杆 所以我們希望善根不只是給一根吊杆 我們可以給每個基金會免費給各位吊杆 可是給完吊杆之後呢 你們可能不一定知道怎麼用 因為有些單位可能只有一兩個人 或者甚至一個人 要負責所有東西 所以可能人力還是缺乏的 因此我們才會希望能夠在全台灣各地都有志工 我們可以免費幫各位產生志工 免費訓練志工 然後讓志工去幫各個社服單位 去堅引你們要的東西 所以善根365呢 我們做的東西 是希望說透過我們免費給吊杆 免費給志工 讓每個基金會可以透過善根這個平台 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所以先預告一下 在下半場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腦力激盪一下 因為我相信現在全台灣最有愛心的人 都在這個地方了 對 所以希望大家下半場的時候呢 請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身為一個平台 而我們可以幫助各位的 或說身為平台 你覺得應該有什麼元素進來在這個地方 可以對這個社會更有幫助 因為剛剛聽了幾位一些朋友的 講的東西 我知道說其實大家對公益這件事情都蠻有 蠻有 蠻有 蠻有熱忱 而且蠻有經驗的 所以也知道 公益的平台不好做 很多公益平台 很多公益的單位基金會 NPO NGO 是會互相排斥的嘛 所以今天你做這個東西 我就偏偏不想跟你做在一起 但是我們可以怎麼樣做 可以讓這些單位 慢慢的產生一種很大的一個凝聚力 產生一個合作的空間 透過這樣的平台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畢竟我們是一個很新的單位 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透過大家的集資廣義之下 給我們一些建議 給我們一些幫助 讓我們更有方向 在外的路上可以更好地走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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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